针对浏览器产品 之前我给大家推荐过很多 大众一些的有夸克、威尔 小众的有Sraven、X浏览器 他们追求的几乎都是极简风格 但是这些看起来清新寡欲的工具 有时候由于缺少一些小众刚需功能 会在关键时刻让使用者措手不及 所以我一直觉得 有些看似极简的事物 不一定会时时刻刻带给你方便 而一些你觉得复杂的工具 用顺手之后却永远也离不开 如果你试过最新版本的QQ浏览器 可能会对这句话有一定程度的认同 最新版的QQ浏览器 不能说完全没有缺点 但在满足用户需求上 它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APP界面底部共有五个板块 整合了相应的内容 而直达则是它的核心功能 在直达页面点击加号按钮 你可以自由添加任意网址 比如我最常用的就是屁站 当然你也可以在需要的网站页面 点击菜单栏 再点击直达完成操作 除了自定义网址外 这里还能添加各种的常读小说 资讯服务甚至是常用的小程序 比如我们在这里添加了 微信读书小程序 可以看到它和你的微信客户端的 小程序进行了关联 如果你想添加某部小说 可以直接进入免费小说阅读界面 再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 添加直达几口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当然不是 点开全部 你会发现这里覆盖日常的所有需求 上置玩游戏 追热剧 爱学习 买东西 下到看天气 查翻译 转汇率 寄快递 都能实现高效的直达链接 告别以前繁琐的访问方式 不过客观而言 虽然功能列表已经很齐全了 但是直达功能 添加页面上 还是有很多重复推荐的引导卡片 这一点感觉还是比较多余的 如果你爱上了直达功能 也可以到设置界面 实验室内 把底部直达导航栏 设置为默认界面 这样你每次打开QQ浪漫7 直接就是直达页面了 除了直达功能外 新版QQ浏览器的全网热搜榜功能 也算是把整合这个特点发挥到了极致 全网热搜榜有两种进入方式 一是从直达页面下方进入 二是可以在首页点击左上角的图标 点击进入后 B站 知乎 微博 各大平台的热搜榜 一览无余 而且全网热搜榜 不光整合了各大新闻APP的热搜榜单 QQ浏览器还单独设置了一个热搜榜 这个榜单结合了各平台的数据 你可以在每个热搜话题下 看到它上榜了多少APP的热搜 帮助你更精准的掌握新闻动态 吃瓜的时候 再也不用在各种APP之间反复横跳 除了主流平台外 点击更多热榜 还可以查看各种排行榜单 比如豆瓣高分榜 微信读书榜 免费小说榜等等 不过这里的福布斯排行榜 我感觉有点问题 我在上面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 差评 相信看到这里 你可能已经对新版QQ浏览器有了全新的认识 但实际上 新版的QQ浏览器还有很多神奇的功能 当然也有一些客观存在的缺点 比如昭显多余的推广内容 一些功能上的重复入口等等 如果全部都细讲一遍 这个视频可能会做到我80岁生日 当然可能会有一些朋友 由于用过太多复杂的APP 最后还是选择了断舍离 回归了极简风格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 作为互联网最古老的应用产品 浏览器在移动端上的每一次形态变革 背后都是用户需求的驱动 未来浏览器的功能方向 只会继续区域整合完善 给用户提供多场景全方位的服务 而这也正是我开头所提到的观点 极致的复杂 可能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极简 不管怎样 新版的QQ浏览器确实用心了 它值得在我们的手机里拥有一席之地 感谢观看